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終於來到日本的購物店了 今天會先說化妝品、護膚品 然後下星期會說雜汗和衣服 記住一連兩集不要錯過我的日本戰利品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了 在藥方面我只買了這個暗瘡膏 因為過去6年我都沒有吃過感冒藥、止痛藥等 所以我沒有買到 這款是我之前也有用過的 覺得很有效 它對石頭瘡是沒有什麼用的 但如果新起的暗瘡 你塗了一晚 它要不就爆、要不就借 我覺得很有效就買回來了 不買藥 反而我買了這個藥草湯浸肉包 裡面是有7包的 這樣粉狀 然後嗅上去不是很重的藥草味 有少少的草本香味 上面寫著說冷 肩、腰痛、疲勞的時候可以回復 作為一個養生寶寶 當然是多些浸肉 然後在藥妝店買的化妝品也不多 這次我很忍手 我買了三樣 這個唇膏我猜是今季新出的 然後它的顏色是1號色 是一個很漂亮的無花果色 它有少少偏啡橙 然後看到它是很潤的 完全不需要打底 是比較透一點的 很適合春夏的時候用 開了就試買了 它是很滑的 完全不會卡住那些死皮 不會有層油或有層膜 在上面是很舒服的 它的感覺令我想起Kate Kate的這一款 是會比較飽和一點 油潤一點的 應該大家可以看到分別了 為什麼會比較呢 就是因為包裝上面 有寫到說它沒有那麼容易脫色 Kate這個也是用這個賣點的 現在就順便 測試一下 有刺激的 不算很嚴重 應該跟Kate一樣 不是完全不脫 但是脫完 嘴巴還有顏色的那種 然後這一盒有兩個顏色的 就叫做Face Glow Color 它是霜撞的 也挺軟的 你看到一壓就已經凹了下去了 讓大家看看 嘩 它是highlighter 這邊可以做胭脂 加一點在這個位置 看不看到嗎 它是那種水波光 它完全沒有推掉我的化妝品 或者粉底 也挺厲害的 因為你看起來很水 但是摸起來很清爽 還有這個呢 我就不試著了 它是一個 Lasting Curl Mascara 刷頭呢 是一個梳形 然後我買了一個挺熱門的 它是迷你妝的 它的普通的尺寸也挺大的 然後呢 裡面的泡是橢圓形 打開出來 還沒開的 我看最深色是23N的 會不會太白呢 應該差不多 它的延展性不算太好 但是馬上設定好了 還有粉泡很軟很舒服 遲些再給大家用後感 又是200日圓 即是12元有找 可以買到Shit Shadow的眉筆 它呢 顯色度不錯 12元而已 小小的 放在袋裡帶出去旅行 都非常方便 我買的顏色是Dark Brown 眉布的產品呢 還有這個CPCP的眉粉 有一個掃 再加上三個顏色 都是粉狀來的 對啦 我想大家應該沒有興趣看眉粉的試色吧 因為全部都是啡色的 這次在日本最誇張的 是MBE 全部被人掃了 我都是盡人事買了五個美妝蛋 有兩個是送給大家的 因為它是我用過最經驗 然後它的質感超級柔軟 但是呢 它是比起普通的美妝蛋 更加密質質 沒有那麼容易吃粉底 我真的覺得好用的 然後呢 很多人問的遮瑕膏 我是買不到那個盤 但是呢 我看到有補充妝呢 都不如買回來試一下 其實現在香港呢 從本清是買到的 它都不是開架的 我看到那個遮瑕盤是370 那就是專貴價啦 那所以呢 我都是忍手在日本才買 怎知道找不到呢 它的遮瑕膏呢 都很濕潤的 對啦 然後很Smooth 它不是叫Concealer 它叫做Fancelar 那所以呢 它是有一個粉底液 再加遮瑕的功效 現在呢 我都只是覺得 嗯 濕潤的 還有也有相當的遮瑕度 想要美妝蛋的朋友 記得在留言那裡 寫下你的IG帳戶 然後呢 我下個星期就會在IG story那裡 公佈哪一個是幸運兒的 藥妝店剩下的全部都是Quality First的產品 有這個寫著LDK第一位呢 是高濃度維他命C化妝水 寫著毛孔Care的 還有這個面膜應該很多很多觀眾呢 都有興趣的 一直在日本呢 都有人問呢 有沒有買啊 有沒有看到啊 是不是真的很好用啊 它有很多顏色的 很多地方都斷貨的 所以我最後搶到這三包了 那我見這個美白的呢 可能新出了 它給多了一塊我 原本一包是有七塊的 就七百日圓了 想不到我在迪士尼間店是買了化妝品的 因為它有很多是跟韓國品牌Cross over 例如兩個眼影呢 是Belle和長髮公主 她們都是Mischa的 然後這個呢 是小姐與流文 是一個唇膏來的 是Opure的 兩個顏色我都是選不下手的 所以買光了 唇膏是偏紅的 它的顏色是RD01 上面的包裝都是有小姐與流文的 是Opure的Juicy Pen系列 這個呢 應該一抹可以讓大家看到 是超級艷順的 上次分享了Canable這款遮瑕膏之後呢 它就停產了 我覺得我是有責任 跟大家去試試它新出的這個遮瑕液 所以我就買了兩個顏色 分別是02和03的 希望它也好用 它可以蓋上剛才的唇膏 但究竟用在眼底會不會乾呢 暫時就不知道了 為了紀念今次看到櫻花 我就買了一個是櫻花味的磨砂潤唇膏 它呢 就是這樣粉紅色 然後塗出來會有一點點 一粒粒好像砂糖一樣 用來去一下死皮 純粹是為了這個櫻花 有段時間很喜歡買Snydo的衣服 他們出了化妝品 我就當然不收拾了 這個眼影是今季最新的顏色 它的粉是超滑的 不會飛粉的 還有它的顯色度 它是偏向霜狀 但一推開也是很像粉的 然後兩個唇膏呢 這個是他們的02號色 有點像我剛剛嘴上塗的那個 應該會再粉嫩一點的 對了 比較春天 像一些花的顏色 然後另一個呢 我就買了比較不同的風格 我試一下加上去 它是一個裸啡色 它真的出到這個顏色 最後在機場Duty Free 買了Clay Deport 和Elizabeth Arden 這個半價 所以我就買了他們的抗皂晚間精華 裡面是有多少粒呢 60粒的Capsule 一晚用一粒 它就是這樣 粉紅色的這一種 而Clay Deport 我買了最新的美白精華 和防曬 這個美白精華有40ml 香港賣1400元 然後防曬 就是50g SPF50加 PA4加 香港賣800元 這裡兩個 加起來是一個套裝 26000日圓 就是約1500元 就等於買這個 眉白精華 再加100元 送最新的防曬 是不是很划算啊 還有呢 是有賞品的 這裡是有兩個相片 有些化妝棉 還有一個袋子 在臨上機之前 幾趕時間 都要付錢才離開 所以大家有興趣 記住等我的review 全部東西都可以留言 告訴我哪一種最有興趣 我就先開哪一天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化妝品 護膚品的戰利品 如果想看雜巷 或者衣服的話 應該下個星期我會拍的 如果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燒到你們的 或者想著去日本 究竟參考一下有什麼好買 有什麼值得買 或者馬上開已經很喜歡的東西 希望大家可以有個參考價值 如果喜歡今天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會錄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就三更 逢星期六更 十二點 好久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如果有興趣的美妝蛋 記得留言